大家周末好 我们做一个本周A股的周评 新年三周 连续三周的下跌 几乎叫所有的投资者都亏损为了 那么现在市场是怨声一片 实际这个没有什么用 关键是后边怎么走 我们关心的是绝大多数关心 这个跌幅能不能收回去 下周怎么走 还能不能继续下跌了 齐鸣在这里面明确表达我的观点 这个位置也就是说 咱们就以上证指数为准吧 就这个位置是2024年的绝对的低位 但大家知道 我没有说它是最低点 就这个位置上的筹码 以及新年以来这三周的下跌 都没有什么问题 后面一定会很快就会收服过去 所以说这个位置 我认为是2024年的最好的投资的机会 那么我们今天从几个方面来简单的说一说 首先我们最关心的是周末的消息面 周末的消息面 只说有没有消息呢 有点消息 但是不算是特别大的利好 能不能算利好 这都很难说 一个是村里头又表态了 对一些尤其是做空的 有了一些新的规定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上市公司呢 又来了一批争持跟回购的 当然这个是好事情 但来我感觉有点隔血挠痒的意思 不算什么在这个 市场跌到这个地方了 那么我们所有的投资者 都希望来点重磅的消息 是不是 这个算不 重磅肯定不能算重磅了 所以说也可以理解为消息面是平断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市场还是维持在原先的 这样的一种情绪 那么再来看周五的外盘 周五外盘呢 三大美股的三大股指都是上涨的啊 都涨幅超过了1% 但是我们的纳斯达克 中国金融的指数跌了0.6 也就是它涨 不一定跟涨 可能是跌的 它跌更得跌 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个肯定是对A股呢 形成有负面的影响啊 再有呢 我们看看本周的统计数据啊 数据呢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我给大家说一说啊 这个数据呢 其实已经做了个很多年了 十多年了啊 我今天只说一个数据啊 我说呢 这个数据呢 已经到达一个非常低的位置啊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蹦起来啊 我就说一个啊 下跌超过6%的加速达到了2230只 这个数据呢 在去年的全年 2023年都没有 2022年呢 只出现过两次 一次呢 是2022年的4月的下旬 一次呢 是2022年的9月的中旬 那么这两次之后呢 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级别的上涨的行情 这一点要引起大家充分的注意 这个数据上呢 已经接近于极值了 但是下跌的加速呢 早已经到了极值了 甚至说科创板呢 在两个月以前已经到达了极值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下跌 这个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啊 但是市场的走势呢 总是对的 我们小散户呢 只能顺势交易 没有别的办法啊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说说基本面的问题啊 上涨指数 你从月线来看 就是有上涨指数以来 就是说有A股以来啊 你把这个下边的低点连一个线 我们是我今天说是基本面啊 但是连一个 在连线就是技术面 连一个线 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长期的 已经给跌穿了 另外呢 这个地方的估值 市盈率也罢 市盈率也罢 已经到达了历史的低位 到达历史的低位 你不要看这东西涨了 因为它这么多年的业绩在增长啊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从基本面上看 也没有不涨的道理的 这地方是低估了 而不是高估了 用巴勒爷子的话说呢 这低估的时候就是买入 还是我开头说的那句话 这个位置上 作为2024年以来 就是2024年 今年刚开年第三周 是不是 这个位置买入 简单的持有 今年就能获利 当然了 有些板块呢 也不一定能 那些60%以上的板块吧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别选 选太时 跌势太时送的 这样的板块就可以了啊 这是基本面 我们再从技术面看一看 技术面刚才月线看了啊 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日线啊 上正指数的日线呢 这地方的动画还是在的 这个地方呢 虽然跟这个地方的值 随线接近 但是它跟这个地方 值的对比 还是小了不少 这隔山的动画还在 另外呢 它的周线的动画还在 周线级别的动画 这可是非常大的级别 非常罕见 再有我们看一个日线 几个指数呢 周四的那天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这样一个阳线啊 另外呢 我们说啊 这个周四和周五 是大资金 你不管个股是怎么跌 大资金是连续的进场 这在以前是没有看到过 并且周四那天呢 或是300的进场的资金 达到了2015年 7月初的那次的第二个高值 2015年7月初的那个高 那个位置上 为什么进去那么多的资金 大家都心里就知道 如果没有那次救市的话 那么A股当时的系统性风险 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 本周的后几天 这个下跌呢 跟这个墙平 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果这个地方 要再往下跌 这个风险还会出发 这个风险 释放完毕之后 也就是如果资金在持续的在买入 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资金 也是应可的话 这个风险就会消除 另外呢 如果是这个风险没有消除之前 我们说这个位置 我们确实是看多 但是呢 我们别把仓位搞得太满 我们说还是五层仓 看一看静待它的变化 在这个风险释放完毕之后 我们再择机 把剩下那个五层仓加进去 我是这么个态度 不管怎么说吧 就算假设这个风险 触发了这个风险 往下跌一跌 平完了这个事也就完事了 现在是一种多杀多的现象 看看下周能不能做以改善 我们现在是静观其变 不要采取再主观的行动 这样就好了 但是同时你要坚定 这地方是一个底部的区域 这个就可以了 不要把这个筹码 现在这样 我们这点筹码不用交出去 这就是我的观点 周一的上午10点20 来我的直播间 我们一起来看牌 谢谢大家